一部特殊的小电影 不仅工作人员都是女性 就连主演也是两名貌美的女子 女导演甚至亲自上阵进行指导 只为了拍出令投资人满意的效果 秀珍是一位不得知的导演 曾经的心血制作上映后 只有可怜的两万元票房 这令她备受打击 投资人也对她避之不及 三番两次地将她残忍拒绝 秀珍本以为就要转行了 可她却收到了一家制作公司的邀请 投资人帕克是她的忠实粉丝 决定出自一员请她拍摄一部电影 女主角是小日子之名的慧黎香 秀珍满心欢喜地上网搜索 发现慧黎香居然是小电影的主演 这令她有点难以接受 颇有骨气地拒绝了帕克的提议 可以回到家秀珍就后悔了 那空空如也的冰箱和房东的催租电话 令她难以招架 她只好连夜欣赏完了慧黎香的全部作品 次日一早便鼓起勇气给帕克打去了电话 她同意拍摄 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女性 很快制作团队便组建完毕 这部名为恶魔穿了钉字枯的小电影也开始了拍摄 可男主角非常不震惊 动不动就给自己加息 连着重开的几十次依然不知悔感 把秀珍搞得相当无语 秀珍耐心地和她沟通 她还在那里恬不知识地降低 终于秀珍还是破防了 一个人来到外面默默地伤心 同事劝她多磨合几次就好了 无奈的秀珍也只能用这种借口自我安慰 男子冲进浴室 不顾女人的惊讶就开始了交流感情 可女人最后却相当抗拒 原来这只是在拍摄小电影 迫于生存的压力 导演秀珍只好答应投资方的要求拍摄小电影 可男主角总爱给自己加息 命女主角会离乡相当郁闷 尽管众人专门举行聚餐进行放松 可会离乡还是忍受不了男主角的自以为是不辞而比 这下可把秀珍整无语了 投资人就给了她一周的时间 拍了还没一半女主居然没了 可毕竟数挪死人挪火 秀珍决定重新找一个女主角 最好是既清纯又魅惑的那种 这种要求令制片组的同事相当头疼 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最后直接来到PTV进行选角 可看了一圈也没有满意的 正当他们准备无功而反噬 突然冲进来一个最熏熏的女孩蝴蝶 她不顾经理的劝力 和众人愉快地打着招呼 随后更是自来熟地和几人玩耍了起来 就这样疯狂地折腾了一晚上 鉴于蝴蝶的优秀表现 她被众人带到了秀珍面前 虽然秀珍只是一个陪酒女 可她的样貌和气质完美地 符合了秀珍的要求 秀珍尝试着让她试了一下台词 结果也非常满意 由于蝴蝶是一个新手 男主角便给她进行了一些简短的培训 可蝴蝶却从直言片语中 查局出了不对劲 秀珍只好向她坦白要拍摄的是小电影 谁料秀珍却觉得无所谓 秀珍大喜 马上就开始了拍摄 可这个拍摄过程却也一波三折 为了拍好小电影 女导演亲自上场充当演员 拍摄了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 如此全身心的投入 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就连演员本人也感到害羞不已 其实导演秀珍也并不想亲自上阵 原定的是蝴蝶和男演员进行拍摄 刚开始蝴蝶和男演员合作得非常好 两人顺利地完成了好几个场景的拍摄 可来到最关键的戏份时 男演员给自己加戏的老毛病诱发 导致蝴蝶当场笑场 面对秀珍的批评 男演员一脸无所谓 在吃饭的时候就和秀珍争吵起来 甚至对着秀珍出言不逊 恶毒的言语另一旁的同事们都听不下去 可男演员仍不知悔改 气得秀珍当即就给了男演员一巴掌 让她滚出了这里 由于男演员料了调底 秀珍只好先拍蝴蝶一个人的戏 可缺乏男主角毕竟还是不行 但在与蝴蝶的聊天中 秀珍灵光突现 自然制作团队都是女性 那女演员也可以扮演男主角的角色 于是秀珍亲自上阵 照着之前拍摄的样片开始了重新制作 初次合作的两人没有一点拘谨 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的拍摄时 投资人帕克正好上门带跑 为了避免被帕克发现一样 秀珍巧设计模片过了帕克 不知情的帕克还以为秀珍在按着他的计划进行 心满意足的就